大西洋飓风接二连三的袭击北美地区 热带风暴汉纳沿着美国东岸快速往北行进 由于威力大幅减弱并没有伤亡的消息传出 不过在汉纳在之前侵袭海地时造成了不小的灾情 已经有超过500人不幸罹难 令人担忧的是当地的洪水还没有完全消退下 马上又有另外一个飓风艾克虎视眈眈 而且它的威力增强为四级 加勒比海各岛国都严阵以待 美国佛州也提前呼吁民众要做好防灾准备 热带风暴汉纳狂扫美东 从南到北都感受到风雨威力 风速虽然不大却带来充沛雨量 各地好雨下不停 维吉尼亚州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积水 警销挨家挨户要求民众撤离 路上到处是积水 还是走为上侧才能确保安全 截至目前为止 汉纳并没有在美国造成伤亡灾情 倒是在海地 汉纳离开了两三天 洪水还没有完全退去 从空中鸟看 大批灾民孤立在屋顶上 车子淹没在泥巴江里 正当大家对汉纳还心有余悸之际 艾克飓风又要来袭 大人抱着小孩收拾起家当 赶快逃难去 巨峰艾克夹着四级威力来势汹汹 卫星云图捕捉到紧密结石的暴风云团 所到之处没有一国感情不大意 目前艾克正在多明尼加北部海域 虽然预料不会登陆 多明尼加居民还是担心天有不测风云 难保艾克不会突然转向南下 艾克暴风圈外围的海地多明尼加 严阵以待 首当其冲的古巴更是绷紧神经 全面进入紧接状态 艾克预计会从古巴东岸登陆 一路往西 威力逐渐减弱 紧接着直扑墨西哥湾 受到温暖海水的滋养 艾克威力会重新增强 美国佛罗里达州已经预先发布警讯 今年北美的飓风活动比往年频繁 短短一个多星期内 飓风接二连三向美国报道 现在艾克朝着美国南部而来 之前才因为古斯塔夫飓风 紧急疏散200万人的路易斯安纳州 又要开始拉起防灾警报 打爱新闻综合编译 海地接连遭受飓风的摧残 为当地造成了严重灾情 现在又有艾克飓风逼近 正言上人在今天志工早会时相当忧心 他表示坏街时代灾难多 但愿人人更见慎虔诚 只有人心调和大地环境才能更温和 而处在优渥环境的我们更要爱恶喜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